有一个关键字集合 现在要每个关键字查找 或者说被访问的概率是相同的 要求出它的最佳二刹牌去数 这里所谓的最佳二刹牌去数 就应该是让它的 实际上让它的高度最小 就是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平衡的状态 比如说如果一个特殊特别极端的情况 就是这种 这1到n 如果这样排起来 它的高度将达到最大 它的高度 n个节点的数高度最大值也是n了 这样达到最大之后 它的查找效率就非常的低 如果类似于一个折半的一种状态 这棵树左右比较均衡 它的查找效率就会变高 这样查找效率是n 而如果均衡一些 对于单个元素而言 查找的实际速大度 它应该是期望而言 是应该是落个n级的 好 现在要 既然要考虑到 类似于一个折半的方法 那就应该先把它排去 排去好之后 然后每次取中间的节点 作为当前的根节点就好 那比如第一次 第一次这一定是取R7的 它正中间的位置 而第二次呢 在这左或者右里面 再取 分别取中间 而现在发现它是偶数格 偶数格可能说 取14还是取18 这里其实取14还是取18 都是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你在左面 在左面取了14 那右面这边 一定也要取38 就是标准要统一 标准尽量要统一 比较好 其实虽然 不统一的话 也不影响什么 但是这里还是 要把标准统一 如果要是 取下 取下节 就要取 都取下节 如果取上节 就都取上节 这样会显得规范一些 那这样 这里呢 我们选择取下节 也就是 左右指数的根据点呢 选择 中间靠前的那个 14和38 那这样 一会儿在 18和25之间呢 也选择18 在42和51之间 也选择42 作为根据点 这样 构造出来的这棵树呢 就是一棵 所谓的 最佳差排序数 它的 查找效率 就应该是 最高的 而 而它的 平均查找长度呢 这个我们也 其实也可以计算一下 是1234 这1234 一共四层 1乘1 2乘2 3乘4 4乘2 对它们进行求和 然后处于总的个数 这就是它的 ASL 成功的 查找成功的情况 好 那这条题 主要就是 我们需要知道 一个最佳二下排序数 它应该是什么形态的 那就是类似于一个 折半查找的 先把这个 排好序 然后每次选中间的节点 作为根节点 注意 标准要统一 如果是中间有两个节点的时候 要么都去下节 要么都去上节